嗨,欢迎收看丽语加油转,我叫麻煌知名的三观点期望 今天也学习一下关于是日本语的那个中文的一些就是网络流行词 然后日本语是怎么解释呢? 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而已,对 首先是穷逆,穷逆 这个是可逗逆甘厉かす 这样来解释的话,日本人也可以会懂的 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现在也有看过 我以前也听过,现在也有时候听到 就是炒鱿鱼 这个是完全是如果不懂中文的话 肯定是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有语 这个是日本语叫 这个有点有意思啊 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玩的 我喜欢这样的那种词 这个只有中国的中文知道的人才知道的感觉 对,然后菜鸟 菜鸟 嗯,菜鸟是集结可以说 日本人的话一般都是小心下 小心下 嗯,这样说法 对,小心下,小心下 嗯,心经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一般日本人都说小心下 出行者 嗯,出行者 对,小心下 嗯,然后 恶搞 恶搞 恶搞是日本人直接说 いたずら或者 え,parody parody 嗯,いたずら或者parody 对 那都是低,有点低速的那种感觉 所以不能乱用 对,但是 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 对,都是这些词是可以为了解释而已 对,一般日本人不太使用这些 对,所以就是这个视频的目的是 这个中文的流行词 以前的流行词是给日本人解释的话 这些说法来解释就OK了 好,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